擁有最美檢察官稱號的陳漢張樂樂 時常在IG分享女裝的穿搭爆紅 這回他擔任新北地檢反會選的代言人 希望發揮他在社群的影響力 首都在公開場合露面的他 拍照簽名樣樣來 大批粉絲到現場幫他打氣 妻子也一路想隨 小粉絲貼心送上禮物 還有人拿著照片要簽名 這不是明星簽名會 而是新北地檢署反會選記者會 今天找來擁有最美檢察官封號的陳漢張 樂樂擔任代言人 吸引大批女粉絲一睹風采 輕而立滿分 放眼望去現場五十幾人 大牌長龍 清一色都是女生 對我們從桃園來的 他本人給我感覺就是 除了漂亮之外也很正氣凜然的感覺 因為以前好像大家不會特別去關注這一塊 然後或是只有相關經驗人會去關注 但現在感覺是 擴極的年齡層會更往下 陳漢張IG有五萬多人追蹤 外號樂景的他時常分享女裝穿搭爆紅 這位擔任返會選大使要發揮社群影響力 這次返會選活動我也希望說是 利用我對就是IG的一些影響力 然後來就是宣導返會選部的觀念 周渡公開露面跟大方分享心路歷程 我的自信心其實都是中高的同事朋友們 配揚起來的 所以其實我幾乎是沒有碰到任何處 加油 愛你喔 和老婆對著鏡頭比愛心 兩人第一次在公開場合同框 妻子全程愛相隨 一開始是還蠻怨恨的啦 對就是我好好一個老公 怎麼變成一個女生呢 而且還比我漂亮 這件事我非常不能接受 那因為人生還要繼續 婚姻也還要維持 這個時候只有改變自己轉念 樂景跳脫框架勇敢做自己 不只成功匯集人氣 也在社會議題繼續發揮自身影響力 記者徐偉誠同樣與新聞報導